二手楼价反复增持。中原城市领先指数CCL最新报185.25点。按周星0.03。为数据上未完全反映第五波疫情爆发对楼市的影响。 业界指。最近二手楼仙劈价潮。CCL在新春前或下市182-184点水平。直前在跌幅约2%内。由业界编制。反映主要二手屋苑楼价走势的中原城市领先指数CCL。 最新报185.25点。按周星0.03。持续于184-186点反复增持。至于大型屋苑指数报186.92点。按周跌0.03。连错两周共0.64。反映二手豪宅的大型单位指数报187.32点。 按周星0.14。中小型单位指数报184.84点。按周紧张0.01。四区楼价方面。新界东二手指数报199.77点。按周跌0.25。连续四周下滑共1.48。 走势疲弱。反观。新界西二手指数报175.12点。按周上扬0.41。市区方面。 九龙二手指数报181.55点。按周上扬0.08。连仗三周共1.47。违港岛二手指数连错两周。跌幅共达3.19。 最新报185.95点。中原地产研究部高级联席董事黄良星指出。 上述数据主要反映2021年12月27日至2022年1月2日期间市况。 由于本地确诊个案于本月初越揭越多。第五波疫情正式爆发。政府本月5日公布收紧社交距离措施。市民纷纷减少外出被疫。 楼市所受到的影响将于下周公布的CCL才逐步反映。 黄良星预计。CCL指数在农历新年前有机会下市182至184点。 意味教现水平有0.7%至1.8%下跌空间。 而本周多个社区出现传播个案。 对楼价的影响将于2月下旬公布的CCL才开始反映。 事实上。临近岁晚。买家及业主陆续放慢步伐。 二手看楼气氛更见冷清。 据中原地产统计。 十大屋苑本周末预约看楼量420组。 按周再跌4.5%。 逐创近一年新低。 中原地产亚太区副主席兼住宅部总裁陈永杰认为。 临近岁晚。加上疫情反复。 本周楼市气氛进一步转淡。 但内地减息放水。 要农历新年后楼市可迎来小阳春。 利家国地产研究部主管陈海潮表示。 虽然近期港股狂飙。 投资气氛已见改善。 但外于临近农历新年。 楼市开始转正。 加上本港疫情严峻。 导致周末二手预约体楼量逐受压。 他逐指。 最近二手减价情况并非一面倒。 部分业主型企硬。 估计春节前市况维持胶着状态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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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�